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与国一片欢腾 当时担任原子弹起爆临时指挥组的一共有五个人 其中四个人都是来自哈尔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也就是哈军工 这所在中国国防事业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传奇学校 它的创办人正是陈庚 陈庚何许人也呢 讲解时说什么是皇甫精神 陈庚就是皇甫精神 毛泽东曾经说陈庚会打仗 今后可都当兵面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优秀战将 为什么又会出现在和作战相差万里的教育战舰上呢 这恐怕还得从他那特殊的作战兵里说起 这是一张拍摄于1950年的照片 地点越南北部山区 右边穿着背心的人就是陈庚 而左边那位召着卷烟的瘦小老头 正是越共主席胡志明 照片上的人一个虚怀若骨 另一个激定神险 两人谈笑间强汝灰飞烟灭 1950年 打了三年的越南民族独立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胡志明向中国提出紧急援助的请求 7月 时任云南军区司令的陈庚秘密出任 元月军事顾问团总顾问 这也使陈庚成为我军历史上 第一位走出国门作战的高级将领 这个中阳报告这种主席当时是有很深密的考虑的 只能陈庚去 是吧 一个呢 有这么几个问题 一个呢 陈庚的胡志明在大本民说就是朋友 熟的 第二呢 陈庚是进进云南的 是吧 他当时云南去医思念院了 那碍着这个云南对记 第三大上方 陈序言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是国内最为权威的陈庚研究者之一 目前已经出版与陈庚大将有关的著作三百余万字 陈庚到越南之前啊 越南人民军呢 是没打过大仗的 不会打仗 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啊 是在我们建国初期啊 来到咱们广西省 我们给他配训 可是法国人呢 这个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 装备好 会打仗的 经过二次大战的锻炼 那些将领都不是外领 所以这个 如果陈庚不去指挥 就这样逃不赢 七夕高平 中越边境上两个重要的据点 一万余民法军将连接这两个据点的四号公路 打造成一条封锁线 此此地掐断了越共根据地与中国后方的联系 持续中国后方的补给 越共根据地在法军围剿中危在旦夕 陈庚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捣毁封锁线 陈庚当时跟越南人民军的这些将领是有分歧的 他们不赞成 也不懂 同时又不太 你跟你中国派的大将军来就这么厉害 陈庚就是人真的教育 真正的前导他们 说必须要让他 1950年9月16日扶晓 越军在陈庚指挥下开始进攻东西据点 陈庚认为只要拿下东西 那么高频栖息之敌必将首尾难顾 边境封锁也将不攻子破 让陈庚没有想到的是 只有不到三百法军的东西 却让近万名越军大伤脑筋 打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弄了不大那么一个阵子 原来人民军打了三次 他打进去 为什么打进去 还没怎么着火 还没进入了一个核心的 法国的核心阵地 天亮了 天亮了 法国的空军就在轰炸了 原来人民军就特别害怕 法国的空气轰炸 又赶快撤 为这个事 撑鼓发提醒 说你不要撤 你赶快往前冲 你跟法国军搅合在一起 扭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空军就持续微微 他不能乱炸炸炸炸的他自己了 9月19日早晨8点 越军终于攻克东西 歼灭首敌267米 这个成绩让越方将领很感兴奋 据说 这在他们的作战史上还是第一次 所以胡同平后来讲 我天气要给你了 你包了 整个这个百越的战争 全你包了 你当你个打胜就行 但乘客非常谦虚 他还尊重越南将领的意见 他不跟委员讲大将 他是越南的自然军总司令 那么关系处得很好 前所未有的战果 是越南人民军信心大增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 成庚又指挥越南人民军 总计消灭法军8000多人 一举扭转越北战区 成庚在10月25日的日记中 这样写道 胡今日反中央 对我工作甚表满意 为超过他们所预期要完成的任务 也就是同一天 秘密进入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枪 半年之后 刚从越南凯旋回国的成庚 出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兼征委 率军赴朝参战 这一次作战让成庚深刻感受到两军的差距 我军落实装备改善 能操有制空权 美国是完全可以击败的 在现在情况下 一要把我赶回鸭绿江 那是坏想 但我想把美迪赶下海去 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准备长期坚持吧 逐渐改善我们的装备与交通 争取最后胜利 真正意义上 有现代化的飞机坦克 应该是在卡梅扬朝 1951年 苏联原舰队 因为没有军事工程师 不能修理 所以苏联援助的这些武器 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在朝鲜战打的时候 这个萨林当时 跟周总理在谈判的时候 从中提过这个问题 就说 因为他搬军校 没有军校 没有军事工程师 我们过去没有这个概念 什么都军事工程师 朝鲜战场的紧张局势 是中共中央意识到 必须立即筹办一所军事技术院校 1952年6月23日 刚从朝鲜战场 匆忙返回的陈庚 在东南海 见到了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和彭德怀 也终于得到了一个 让他思索很久的答案 原来 东央这次调查回来 正是要将筹备军校的任务 交给他 唯有陈庚 曾经跟日本军国主义 跟法国殖民主义 跟美国主义 打过仗 将来过 据说在得知自己今后 就要离开战场去办学校时 陈庚本想向毛主席推辞 却被周总理使眼色阻止了 也就是从这天起 战将陈庚的身份 开始发生了转变 他也要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 按照计划 被所名为中国军事工程学院的学校 要容纳空军 炮兵海军 装甲兵工程兵 等多个兵种工程系 这在世界军事教育史上 都是史无前例的 陈庚任务之间据可想而知 这是陈庚位于临近胡同的家 投委会的办公地点没有落实以前 这里就是中国军事工程学院最早的筹备处 那一时期 陈庚每天在这方小四合院里大声吆火 吊兵遣架 指挥各路人马向北京集中 7月底的一天 陈庚迎来了第一批苏联客人 他们就是学院的首席顾问 奥列霍夫中将 以及随行的四人专家组 陈庚与他们交换了学院的建设意见 随后一同考察了南京 上海 大连等城市 将校址再次锁定在哈尔滨 1952年 3月16号 中共中央有一个文件 在这个中央文件里 就明明白白的 白紫黑字写到了 军事工程学院 逆全职哈尔滨 合不合适 这就大家意见 这第一 第二呢 也要多走几个城市 对我们当时所已经建好了的 不断院校 和我们中国本来早就有的大学 我们的老大学 让苏联大学也看一看 1952年8月30日 一身疲惫的陈庚返回了北京 在安排好苏联专家休息后 他终于在深夜 回到了位于临近胡同的家 复朝参战以前 他将家人安顿到了这里 搬到这里 已经一年多了 但陈庚在这里住的时间 却是屈指可数 望着已经熟睡的孩子们 将军心中一阵愧疚 陈庚的人格秘密 一定要讲陈庚的 他这个人性 他这个 我叫人者之心 所以很多将领 不在百青岛 都把孩子委屈给陈庚 我孩子交给你了 你给我管了 就当监护人了 陈庚将领一帮孩子 不是几个孩子 陈庚有特别喜欢孩子 陈庚回来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1952年9月1日 恰逢中国传统的开学日 这一天清晨 陈庚起床之后的表现 让夫人富雅大为惊奇 那就富雅阿姨告诉我 老太太说的 老太太说 她说抽委会开始 要正式开会了 哎呀 老早起来了 又大板 又衣服又整个整个气 本来称诚是 一般是穿衣服很碎练的 不及小节的一个人 但是在这正式场合 称诚很考究的 这衣服穿着很整天 富雅说我就问他 你怎么 你今天要当舞台演习啊 你干嘛 我这个大舞台了 其实我要干大事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 公检胡同八号 1952年9月以后 这里就是中国军事工程学院 筹备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也正是陈庚创建 哈军宫最初的舞台 当天陈庚在筹委会 第一次会议上 欲出惊人 他说军事工程学院 要边建边教边学 一年后的9月1日 正式在哈尔滨开学 这一天 距离陈庚在东南海寿命 仅两个月零八天 几天之后 陈庚以自己的行动 做出了表率 9月5日 国务院召开联系会议 专题讨论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 那天到会的有 周恩来总理 陈毅副总理 以及各部委负责人 各军兵种司令员 数十位党政军领导人 齐聚一趟 共商办学 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奇观 陈庚在会上抱拳 向战友们说道 兄弟才疏学险 寝食难安 祈求各位军阵首长 扶兄弟一把 话音一落 全场哄堂大笑 而在实际工作中 陈庚有时也会耍点自己的将军威风 当年在筹委会 负责请调教师的任兴明教授 就向腾讯演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当时想把这个 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 罗世军教授 还有张鸿干教授 这两个是前学生的 当年在美国的地址 学生时期的是一流 可是调不动 科学院根本不理你 人家不放 后来呢 人老就向这个 陈庚的汇报 陈庚当年就有点发火了 他就说 你替我打个电话 就给那个处长打电话 说我陈庚明天去拜访他 他就说 哎呀 这电话好能不能打 不敢打 就这么照我说 打过去 后来人老就向 林建民就打电话 说我们陈庚院长讲了 明天要去拜访 他们一听下话 这就得了了 第二天科学院来了电话 客气的说 罗世军与庄逢干两位博士 将按时间到筹委会报道 任兴明后来不无感慨的说 没有陈庚院长坐镇 北京哪个单位愿意放人呢 事实上不仅是北京 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并不乐观 讲到这个事情 曾根很动感情 说我们办一个大学 容易吗 现在到处都是 要人的时候 我们调人是多么难 人家不给呀 我们的警门通知 就在公共警察 他们口等呢 就像六别请周梁 三个毛络 周梁睡觉 六别的吹牛手 站着公共警察等 用这种精神的请教授 刚刚讲的这也是 很动感情的 李云龙的这段话荡气回肠 让无数观众为之震动 熟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 亮剑精神的确是我军的真实写照 李云龙的精彩表演 正是向那个时代的军人致敬 陈庚就是现实生活中 敢于亮剑的杰出代表 他在筹建哈军功的准备过程中 就不止一次的亮剑 其中的一次 其影响之大 甚至惊动了毛泽东 哈尔滨南港区文庙界 1952年8月以前 这里还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 周边则是大片的坟地 当时这里人迹罕至 但对于陈庚来说 却是理想的半学之地 重要的意思是说 为了赶快不需要建计 要找一个新城的地方 有楼有房子 好住人的 因为大片的荒原 好处理 你仅仅是城市居民多的地方 在建房的时候麻烦多一些 然而让陈庚没有想到的是 看上去十分合理的选择 却成了一个 究脱未决的难题 这个难题的制造者 正是当时位高权重的 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 那时候解放出去 东北挂箱的时候 挂了高岗箱 高岗地在哈尔滨 但这个大学不感冒 不感兴趣 第一 第二呢 他也想到这个事情 跟他没多大关系 你重要地在抓的 他不必 陈庚并不是第一次 与高岗打交道 1952年3月 陈庚奉命前往朝鲜战场 替换即将回国养病的彭德怀 28日 陈庚抵达沈阳 考虑到今后工作问题 陈庚专门拜访了 正在沈阳的高岗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 陈庚在当天的日记里 这样写道 我党成分复杂 有些思想作风不纯者 混入党内 无论什么运动 均为积极分子 即平日铺张浪费 高人一筹者 一致三反 其积极程度也高过他人 并且夹杂一些严重的个人企图 陈庚跟高岗两个关系不好 这个是 历史上有很多 因为陈庚看上高岗一些作风 高岗反正花天酒机有点 风格有点附带 这时的陈庚 是否已经对高岗有所警惕 人们不得而知 但高岗对待军工学院建设的敷衍态度 却让陈庚忍无可忍 高岗凝视不牵制 这么高级 不像话 这么大的事 他不支持 去高岗走 他这些是早早早早 大乡的屁股推不动 你再帮我推一推 我总说没问题 帮你推他 这就是这样的具体经办的状态 果言派的一个工作组 叫沈阳 找高岗谈这个事情 高岗你看 哦 这架势不得了 你进入苗头 果言 让张大哥调态同意了 今年已经80高龄的 国防科大离修干部 王泽聚 当年也参与了 哈军工的创建工作 他比陈庚更早到达哈尔滨 他亲眼目睹了 刚和高岗打完官司的陈庚 又是如何与地方干部相处的 在河中医疆也好 哈尔滨也好 那是官最大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 但是他没有官家去 你到哈尔滨去拜访 他的生事 他带着张阳京人去拜年去 那个当时哈尔滨市的 那个市区书记 李欣 还没起床呢 陈院长在拜年 哎呀赶快穿衣服 光着脚出来了 穿着拖鞋光着脚开门 让眼睛给我讲 你看你这么大的官 你来我下官受不了 你再来下官不接待啊 陈庚说你不接待 我就到你台阶上等你 你还管过饭呢 他就他军工的方法 他非常谦虚 使人家不佩服 使人家不干不追踪他 所以陈庚这个 就给我们整个给 给这个军工的干部 做了好的榜样 他的细心 他的地方干部的尊重 包括了这苏联专家的尊重 他都是榜样 让王泽聚感慨的是 陈庚的长袖善务 不仅是哈军工的建设 获得了地方上的权力支持 也从高层 获得了一个空前绝后的财政政策 那就是办学经费的时报时销 那么当时在这个问题上 收益的意见就是说 因为他跟陈庚是老战友 那是关系非常密集 他说这个事情 对 特事怎么办 这个哈军工的电销 如果你什么都都包下手续 事件都要先打报告 念度计划 签一年办 后一年就念度计划提上来 来不及了 不好办 应该是做个特例 只要冲着监制 就到军里报销 面对战友的高度信任 陈庚更是感到担子的沉重 他对主管基建的礼貌之说 总部给我们的财权很大 越是这样 我们越要小心谨慎 如灵深渊 如履薄冰 不能浪费 在日后的建筑工地上 人们便能时常看到 拄着拐杖到处查看的陈庚 那都看到 有的水茶就在我们石堂旁边 他才是亲自上学 工艺的 如果工艺就在我们附近施工 人家都看到了 他经常去 他都常是免疫 他不传军业 他传免疫是吧 走路更加困难 他经常到外面去转 一有工 他就转 他了解事情情况 了解完了以后 马上去选择解决 这个年轻人 也想看看这个房子中的怎么样 在楼梯上 搜救架的还没有车 打到搜救架 从这里面上 也在里面转 楼梯上转了 遇到我们了 我们以为大家 其实大奖 超级刚定的 还这样的 跟老百姓一样 那些很可爱 可以也怎么样 这是坐落在 哈尔滨火车站 红军街口的龙门饭店 半个世纪以前 它叫大河旅馆 也是当年哈尔滨 最为豪华的旅馆 1953年5月13日 第一批苏联顾问团 在首席顾问奥叶霍夫的 率领下 里达哈尔滨 住进了陈庚 专门为他们准备的 大河旅馆 专家们并不知道 为了解决他们的住宿 陈庚将共和国的总理 堵在了厕所中 就因为这么一个房子 陈庚去到周总理 就等 等一看周总理 正开会 根本脱不了身 他就等 等一看周总理上厕所 周总理上厕所 洗完手 出人门 陈庚把周总理堵住 总理人家屁 你要不屁话 来不及 这房子没有 我上厕所 你堵住我 你这要写到 你就自在里去 这是真的 因为一直研究哈军公历史 原国防科大巴系主任 杨昂岳教授 还从当年的首席顾问翻译 段纲那里 听到了这样的细节 这个大河旅馆本来 就是接待数量的家 他是接待球局的数量的家 所以那些服务员 工作人员 有一定的说法 后来很多人是流用的 军工继续流用的 但是军工也增加了一些 增加了这些人 要学习和培训 然而正如陈庚事先所想 尽管极尽热情 中苏之间的文化差异 却不可避免 在那一天 陈庚配的 把陈庚内头枪 前面转 那时还没进这么多楼 那么 奥立后就提出 很多批评意见来 30多多批评意见来 咱们的徹师院 都不穿工作服 都不穿工作服 就是那个工作 就传着自己的服装的做法 后来后来 他们又要求 人家警官 咱们拿东西大外衣 后来就 那他现在传工都 他游游黑眼 那个桌子摆点一挑线 桌子要摆 红了一条线 重了一条线 那家伙厉害 那点现在到 到王子楼一看 签了个花盘 春天要吗 送花吗 用钻头起了和和平哥 他说我们是军队院校 我们要试试考虑 要考虑打仗吧 找个和平哥吧 猜 郑哥就我上面染猜 然后染猜 就这样 一上午下来 奥列霍夫一共提了35条意见 这让陈庚等人大开眼睛 一所全新的正规的军事院校 慢慢的开始成型 但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苏联专家提出来的意见 陈庚并没有照单全收 那有一次奥列霍夫检查工作 我们孙本王教授 就收起了家孙本王 他桌上放了一个 那个一星的紫砂壶 喝茶的呢 喝茶水 紫砂壶 大家都知道 奥霍夫说 这是什么 喝茶用的砂壶 奥霍夫说 这教育使得不许喝 不许在桌上放砂壶 就收起来 不许在这里喝茶 他下了这么多指示 那孙本王也不敢说别的 就把砂壶 陈康修瞧给他讲 嗨 不久在期待解决的 教学大楼设计方案上 中苏双方又有不小的分歧 因为有了之前 与毛泽东的那番寝室 陈庚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尽可能的征询 首席顾问奥列霍夫的意见 没想到奥列霍夫 近倾向于中方的设计方案 这也就奠定了 军工的基本框架 在后来轰轰烈烈的大建设里 瘸了腿的陈庚 和患有心脏病的奥列霍夫 时常结伴出现在工地的各个角落 他们的所思所想 逐渐地贯彻到新校园的 每一片黄瓦和乌棱上 在他们的推动下 东苏两国学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当年是哈军公子弟的杨昂月 也见证了这段历史 他至今还保留着 当年与苏联小朋友 交换来的邮票 到假期的时候 专家的孩子都到二边购驾来了 这样我们小时候 就跟苏联专家的小孩 就在一起玩了 其中有一个傻傻 跟我成了好朋友 于是我们就开始交换邮票 第二个假期 他又回来的时候 他跑我楼下就喊 他回去这个学期 他又收集了一些苏联邮票 又来跟我交换 大阁旅馆安排的猜谱 每周吃什么东西 是吧 放假的时候 到松花江去玩 划船 是吧 安排舞会 看电影 孩子们上学怎么安排 就全部都有具体指示的 这很多了 所以苏联专家到哈军以后 小子比在摩斯科过得还好 乐不舒服的 要不早当都不愿意的 所以哈军送我的 比他们在苏联专家送我的还好 住的好 吃的好 苏联专家非常感谢苏联专家 当时东苏友好 在那个年代 还是很真诚的 所以我们也要感谢当时的四联专家 他是真诚的帮助我们 没有他们帮助我们 我们早上开课 这里是现在的哈尔滨工程大学 原来的哈军宫所在地 1953年4月25日 陈庚在这里产下第一桥土 正式拉开了哈军宫的建设大墓 当年便完成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 五座教学楼两年建成 这组建筑群设计标准之高 建筑难度之大 任务之间距 远非今天的人们所能想象 然而 在陈庚的心目中 一所真正的大学 远不止这些 这里是北京工检胡同59号 当年的军工学院筹委会所在地 1952年9月以后 从各地请调的专家学者 陆续赶到北京 陈庚将他们临时安置在这里居住 他指示工作人员 一定要办好伙食 尽力招待大家 陈庚自己也跟大家一起吃食堂 了解教授们的想法 一天晚饭后 陈庚赵就和大家坐在院子里聊天 有教授问 军工为机密单位 而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不好 可以接触机密吗 陈庚就讲 你不要担心 要讲问题 我不必须少 我记得讲的是命令 我家大力度出身 我出身也不好 他出身的时候 不是自己不决定的 他就举下这个力度 听完陈庚这番表白 弹道学专家张树祖不仅心潮澎湃 张树祖 1900年生人 江苏南通人 1929年留学德国 后期主攻弹道学 1949年3月 上海临近解放 作为国民党重点抢运对象的张树祖 做出了重大选择 上海解放前夕 国民党兵公署 多次让他催促他到台湾去 把这个英子台湾呢 他就把他的一些书 放了几大米香的 先从用船链运到台湾去 表示我一定去 但是试着他不想去 后来呢 他就失踪了 他躲到这个朋友家去除去 兵公署呢 到他家几次都没找到 后来上海解放了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 他才回到自己的家 张树祖拒绝了国民党的邀请 却对陈毅的特使敞开了大门 1952年8月 为支持哈军公献设 陈毅豪爽地 将以张树祖教授为首的 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 整建制地送给了陈庚 这份厚礼 让陈庚如获之宝 他对张树祖为以重任 成为筹委会 三位副主任委员之一 主管教授聘请 张树祖在国民党时代 自己不受忠用 六月后来就当教授先生 很不如意的 所以看这些 说我真是山上有幸 我要跟着一个好的领导 那张树祖以下就提出三个人 大概三十七个人 写出的名单教授 真的非常高兴 但是张教授 你这个事做得太好 很招人 时任湖南大学 机械系代主任的杨忠书教授 正是张树祖推荐的教授之一 杨忠书 湖南旺城人 曾留学法国和比利时 主攻机械制造方向 二战期间 曾受盟军聘请 在美军军械修理所工作 1952年12月下旬的一天 杨忠书下班回家途中 遇到了同事李密 第二天 又一件神秘的事情发生了 杨忠书接到了内部通知 要他马上交接工作 在三天之内赶到北京 任务内容保密 可一个多星期以后 杨昂岳的母亲 却收到了一封来自哈尔滨的信 我父亲呢 是1952年12月25号报到的 报到以后呢 到食堂吃饭去 一下后子李密了 两个人在哈尔滨重逢 热烈拥抱在一起 哈哈哈哈你也来了 哈哈你也来了 这是几年前用家庭DV拍下的画面 这座平房在这次拍摄之后 不久就被拆掉 让后人唏嘘感叹的是 承登主政哈军宫期间 将最好的厨房让给了教授和专家 而自己却一直住在这座小平房当中 这院长是在我们楼下的一个小平房 由我们进来出来 在我们楼下后边一个平房柱 阵上柱 我们经常看他 没钱就是一气壮 到处转 受账他不要求 他受业包装 教授专家 就出来专家 对比教授们的心精致享受供给制的老干部们 心里本来就已经有些不平衡了 现在学校又是如此照顾和优待老教师 这让一些人心中难以理解 有些老教师呢 可能也看不起老干部 你们没文化 这个在管学校 这个外堂吧 因为老干部呢 认为这些老教师呢 都是吃羊面猫的 就是回国来的 就是这份子 是改造对象 这样不想有一些老干部 尤其是呢 对于老教师的待遇比较高 有一些呢 干部呢 有气 这个有的干部 就做保姆的工作 所以你不要进来教授 他们都自材业体 你们该搭工搭工 你一干这么要钱 这么要钱 有些帮我们就互相谈你 你再拿到手上奖 你拿到钱 我这个手上奖 我钱非常比较少 那我再跟着要 因为这种种的不愉快 蓝老之间的隔阂 似乎越来越深 这引起了陈根的重视 这一天 他把所有的老教师及家属 请到了最为豪华的马迪尔饭店 那个宴会啊 就非常排场 在当时来点 每一家 拍一辆小汽车 那时候二连小汽车是很少的 还一共小汽车多 为什么呢 因为苏联官家有胚子多 多出胜利牌 把变打 一家一辆小汽车 我们当时住在西范尔老街 从西范尔老街 那个宿舍到马迪尔饭店了 实际上呢 这公共汽车也就一站多地 不太远 但是呢 是派小汽车来接 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车队呀 前头的这辆车 已经到了马迪尔饭店了 后的这个车呢 可能没出 这个西范尔老街 那个宿舍 那个院 好一大产串 主要对教授 家的工人家 没有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 一次你们要把他的 我掌握好了 实际上干到舒适 他习惯都被生过来 安心下来了 能好好教授 你们一大功了 他就很简单 很普通话教 大家都感到这人 很重大 干到工作狂 所以大家都安心工作 都积极地做好工作 2009年 原哈军工第一期学院 后来的工程兵指挥学院院长 韩国裕不幸一世 享年79岁 但在哈军工人的心中 韩国裕却是一面 永不倒下的旗帜 韩国裕 原四野某部老虎联指导员 哈尔滨人 1930年出生 初中异业文化 建国后 才20出头的韩国裕 为了提升自身的文化水平 报名参加了速成东学班 不料 下了火车后 他才发现到了家乡 他是银沙样车到的 他经过 就他自己讲 当时部队调干部 参加学校的学习 本来是把他调到 一个速成东学去 激发到六光水平 他稀疗糊涂拍出队了 就把他拉到花瓶来 也没搞清楚 下面的一个马虎 到花瓶以后 进入哈军能院里头 才知道这是个大学 他下来 一报到以后啊 才知道是 学军事工程技术 他就发出 当时呢 没让他走 没让他走呢 希望他安心学习 他当时还不知道生前 在表态的时候啊 他说过 原来在部队上打仗的时候 说的话 人在镇地在 那现在放到这个岗位上 还建设这个岗位 那到一科以后就惨了 什么都不懂 他有这个卷子啊 这个老师 画个叉 从头画到底 就都是零分 一到地也不会 画起来物理更不用讲 速写 他从街上会刺三分处 又要带速来就懵 于是呢 他要打飞汤鼓 想回去 回他就不退去 这时候啊 这个就通知他 说你今天晚上必吃饭 到成员长来去 结果呢 他到成员长家以后啊 成员长呢 桌上已经摆好了 拌菜了 请他吃饭 听说 入学的时候 你表过菜 人在正地在 这话说得好啊 那么现在你又想回去 那正地还能在吗 这样谭国玉呢 就坚持下来 表示再继续听干长话 继续学习 不久之后 谭国玉的测试成绩出来了 远未达标 谭国玉自认为 自己已经努力 这达不到要求 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于是再写退学报告 没想到 成员还是请他吃了一顿饭 并再次挽留 就这样 在成员的鼓励下 谭国玉下定决心拼命学习 四年之后 以优秀成绩毕业 这让苏联顾问都感到惊奇 而这时 成员已经调到总参任副总长 但他仍保留着哈军公院长一职 因繁重的公务 在第一期学员毕业时 成员已经在病榻上多时了 成员没有到长大 大家都很难过 所以说你刚刚我们要毕业了 我们在两人来 说在北京身边有关 因为学生到北京 但是有机会都要到今天 那时候去看 那两家里人最多事 学生 教员 到成员在家里 然后到自己家里 听东西 来了 吃饭吃饭 好小的 丁东老师到北京处 他就中等了 每次说到过去他怎么样 有病人他都要跟大家聊 我对学生成员都还没关系 但是这个也有非常感情 1961年3月16号 陈庚突发心急梗塞 在上海病逝 去世之前 他用颤抖着的手 给哈军工的党委 写了最后一封信 再三强调 学院的工作重点 要始终放在教学和科业上 至少在一年以前 病重的陈庚决定 对军工来进行学科调整 把炮兵 装甲兵等等常规专业分离出去 转而集中力量 创建原子工程系 导弹工程系 以及后来的地算机工程系 这也为后来 国防科大的银河计算机研制 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好 感谢各位收看 我的中国心 下周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